男孩被同学欺负,突然海洋馆的鲨鱼狂躁起来,疯狂的撞击厚厚的玻璃,大家都吓话了,只见男孩举起右手,大鲨鱼马上安静了下来,接着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,所有的海洋生物向他靠了,仿佛他就是海洋之王,原来他有一个不平凡的绅士,在六年前,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,亚瑟的父亲救下了一个受伤昏迷的女人,奇怪的是他手里还抓着一把三叉戟,刚醒来的女人行为怪异,看到电视里海洋生物,一插就报废了电视机。 更奇怪的是,他抓住鲸鱼就往嘴里塞,原来他是亚特兰蒂斯的女王,为了躲避政治婚姻,逃到了这里,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,两人就坠入爱河,不久便生下了亚瑟,可好景不长,这一天,一帮海族士兵闯入了这里,但女王毕竟是女王,没一会的时间便进行这些士兵。 他意识到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,他们随时都会面临危险,于是女王做出了一个决定,为了亚瑟父子的安全, 他必须回到亚特兰蒂斯,等一切安全后再回来,可这一去就是二十年,再也没有女王的消息,如今的亚瑟已长大成人,不仅身体比当年的父亲还要强壮,而且酒量还不小,这一天,亚瑟和父亲刚喝完酒,开着汽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,突然,海面涌起滔天的巨浪,顷刻间便掀翻了一艘巨轮,亚瑟猛踩油门,加速逃离,可巨浪太猛了,瞬间就吞没了他们, 猛烈的冲击力将父子二人冲散,亚瑟焦急地寻找着父亲,就在这时,海水竟然分开了,接着出现了一个女人,正是她在施展法术,他们的汽车也显现了出来,亚瑟赶紧从汽车里就出了父亲,只见女人再次运转法术,终于就醒了老头,原来女人是泽贝尔王国的梅拉公主,她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,亚特兰蒂斯即将对陆地开战, 这次的海啸只是开始,更糟糕的还在后面,而发起战争的主导者,正是亚瑟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姆,他已经得到海族大部分国家的支持,只有亚瑟能阻止这场战争,随后他们两人便来到了亚特兰蒂斯,没想到这里的文明程度,已经超出人类世界千万倍,一旦开战,人类将遭到一场大屠杀,他们来到一处废弃的沉船内,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此人正是一只教导亚瑟的老师,老师也一直不满奥姆的行为,老师告诉亚瑟, 想要阻止这一切,必须要找回亚特兰蒂斯失落的三叉戟,从而得到海洋弃国的拥护,这样才有机会从奥姆手里夺过王位,话音刚落,竟是奥姆的士兵闯了进来,师父与梅拉为了不暴露身份,只能先躲起来,接着亚瑟便与士兵战斗了在一起,但是亚瑟到底还是嫁过人,被对方一拳击中,最终被抓了,男人愤怒地冲向了海族手里, 因为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,嘲笑亚瑟是一个野者,随即他便向弟弟发起了挑战,但亚瑟却不知道,自己中了奥姆的激将法,奥姆就是要在海族众人面前,将亚瑟击杀,成为海洋七族当之无愧的王, 随后对决便开始,看台坐满了海族的子民,都等着看亚瑟的效果,奥姆率先发动了一拳,紧接着两人便打斗了一拳,甚至两人都发出了最强一拳,惊得看台的人连生大拳,但由于亚瑟海底的战斗经验不明,不敌奥姆,就连母亲留给她的三叉戟也不明,危险时刻,梅拉突然出现,就走了亚瑟,她告诉亚瑟, 要想打败奥姆,必须先找到黄金三叉戟,这时后方的追兵几秒不放,不断地攻击着他们,最终被追上来的奥姆一发炮弹击中,在飞船落入岩浆的最后一刻,他们逃了出来,亚瑟利用超能力躲进了鲸鱼的头,这才逃过一劫,他们来到了海面,乘坐飞机来到了一片沙漠地带,梅拉根据导航的指引,确定已经到达目的地,随后二人来到了地下,一个洞穴,这里是一处废弃已久的宫殿,他们发现了当年打造三叉戟的 不远处还有一座祭坛,只见梅拉举起手掌,从亚瑟的头上吸取一颗颗小水珠,然后放入祭坛,没想到神奇的一幕出现了,祭坛运转了起来,然后便出现了亚特兰国王的影像,原来必须通过国王的考验,才能得到黄金三叉戟,根据提示,他们得到了一张地图,而后他们便来到了一处城镇,在一处古堡的石像手中,终于查到了黄金三叉戟的存放之地,正当两人兴奋之际,突然一发炮弹袭来,原来奥姆一直没有放弃击杀� 并且联合海盗之子前来追杀亚瑟,在这超文明武器面前,亚瑟显然处于弱势,接着便和全副武装的黑福粪搏斗在一起,梅拉也不示弱,与几名海族战士动起手来,刚消灭一批,哪知又有新的敌兵道理,只得逃跑躲避,这边黑福粪又是一剂激光炮,直接轰飞亚瑟,这时梅拉逃到一处红酒屋内,只见她施展法术,身后的红酒全部炸掉,形成众多的尖刀,瞬间便将 追兵击杀,而此时亚瑟也抡起地上两个石球,扔向了空中的黑福粪,梅拉知道了奥姆宋的手镯,就是跟踪器,便直接将手镯砸成碎物,而亚瑟却因伤晕了过去,等亚瑟醒来时,已经在一艘渔船上,而他们要去的地方,将是九死一生,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神器,只要拥有了它,便拥有了号令海洋的力量,当初亚特兰国王依仗着黄金三叉戟,便统一了海洋七国, 然而国王的贪婪,却导致亚特兰蒂斯沉入海底,如今这个男人却为了世界和平,不惜以身犯险,前来寻找神器,很快他们来到了海沟族的里面,一道闪电亮起,一个形状怪异的海怪,爬上了小团,亚瑟操起木棍,便淋了上去,接着其他海怪也跳了过来,梅拉一毛扔了出去,亚瑟趁机抓住连着长牢的手,一个猛杂,和此时海怪越来越多,他们只得逃进船舱躲避, 亚瑟发现这些海怪居然怕亮光,于是两人拿着发光棒跳入海中,但密密麻麻的海怪全都跟着上去,紧追不放,他们只得加快速度朝海底冲去,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雷暴区,这些能量让海怪也全部冲了,两人毫不犹豫冲了进去,可强大的雷暴立即冲散了,穿过雷暴,梅拉却昏迷了, 不妙的是,一条苍龙游了过来,刚张开大嘴,一个神秘人出现,就下了梅拉,醒来的梅拉,看到眼前的人惊呆了,此时亚瑟也跑了过来,看到面容才知道是自己失踪已久的母亲,原来当初女王被迫联姻,在生下弟弟奥姆后,被国王献祭给了海沟族,而正是有了这雷暴区,他才侥幸活了下来,但从此也被困在这里二十年, 只有拿到三叉戟,才能离开这里,他们来到了一个瀑布前,母亲告诉亚瑟,三叉戟就在瀑布后的山洞内,而里面有远古巨兽卡拉森看守,只有被他认可才能通过,亚瑟毅然地钻入瀑布,只见手持三叉戟的尸骸端坐在那里,原来他便是第一代亚特兰蒂斯国王,这时卡拉森出现了,见到亚瑟就是一个女纵,亚瑟毫无招架之力,就在要被卡拉森结束性命时,亚瑟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,就像小时候那样,能与海洋生物沟通, 卡拉森知道只有第一代国王,才有这种能力,这一切可能是上天的安排,于是便放过了亚瑟,亚瑟靠近三叉戟,伸手握住了神器,并用力举起了耀眼的三叉戟,他终于得到了亚特兰国王的任务,此时亚瑟每一个神经细胞都充满力,再次出现了他,就像天神将领浑身进行了霸气,而此时奥姆正率领大军,准备对咸水国发动攻击,只要征服他们,就统一了海洋七国,到时就可以对人类发动战争, 很快双方军队便战斗在了一起,战斗就是一边倒,对咸水国简直就是一场图灭,眼看咸水国就要落败,突然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怪,他便是卡拉森,而巨怪头顶站了一个人,正是亚瑟,卡拉森不具任何力量的攻击,并且不断破坏着奥姆的舰头,此时亚瑟也发动超明力,控制着所有的海洋生物,朝奥姆的军队攻击而去,亚瑟为了减少伤亡,他引着奥姆来到了海面,决定在这里来一场生死决斗, 而拥有海神力量的亚瑟,今非昔比,只见他转动黄金三叉戟,形成一个水盾,奥姆一击攻击,反而被重重弹飞,见此亚瑟却是一个连续攻击,奥姆毫无还手之力,甚至连手里的武器也被冲断了。 直到最后,三叉戟即将刺穿奥姆的咽喉时,亚瑟却停住手里的武器,决定放他一马,可奥姆却一心求死,但亚瑟并不想杀死他,就在这时女王出现了,看到母亲还活着,此时的奥姆突然意识到自己错了,一切的仇恨随着母亲的出现而消散,他甘愿接受惩罚,亚瑟则得到了海洋弃国的认可,成为了海洋里真正的王,而在那个朝霞出生的码头, 男人终于迎来了那个等了二十年的爱人,他终于回来了。